社区活力尽在北建 桃園市公首所举办的国际副师姐表扬大会 表扬桃園市各医疗机关服务的护理人员共计80位 市长期望民众能多给予护理人员关心 让他们更有动力为民众健康做好服务 去年612水灾 造成炉竹向南坎西湿地严重毁损 经过一年的重建 如今能够湿地绿化源区街牌启用 也成功地赋予病临绝种的桃園在地稀有水生食物 大云香渡上龙舟赛 已经连续第11年举办了 为了吸引更多民众参加 主办单位准备了一整烧龙船的奖品 总价值高达2万元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0号北剑桃园新闻 桃园市公所举办了国际护师节的表扬大会 表扬桃园各医疗机关服务的护理人员共计有80位 市长期望民众能多给予护理人员关心 让他们更有动力为民众的健康做好服务 为了表扬护理人员不分昼夜的为桃园市民健康把关 桃园市公所特别举办国际护师节表扬大会 表扬桃园市各医疗机关服务的护理人员共计80位 市长表示凡是有住过院的人都能够同理护理人员的牺牲奉献 也期望民众能多给予护理人员关心 让他们更有动力为民众健康做好服务 我想生病过的人对付付牺牲 真的我们吃了肯定 要给肯定给他表扬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还要轮班 他们一定要有爱心责任心 还有我们的付出牺牲奉献的精神 那我想借此大家都关心护士这个领域 护理同仁永远在第一线里面为我们泄民来服务 无论是在医疗的单位公共卫生里面 他们永远不分作业努力来做付出 真的是白衣天使 是救人的好的菩萨 对于护理人员来说 照顾病患是一种良心的事业 也能从照顾病人当中学习很多生命课程 但护理工作必须要轮三班 工作的辛苦也让很多年轻一代与家长 不愿意也不期望孩子踏入护理行业 护理人员担心 讲下去新火该怎么相传 一路上其实真的都是非常很辛苦的 那目前一 桃园市的人口数大概有41万的人口 那我们护理人员目前只有20位 想当然了他所要负担的一些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其实20个护理人员要负担这么大的一些公共卫生的 还有包括医疗这部分的一些所有的业务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分日夜在做这部分的一些业务的执行 其实这是更值得大家来尊重我们 那今天各位护理前辈 还有我们能够来这里接受这个奖项 其实对护理人员无非是一项非常大的鼓励 让我们在临床的工作上遇到的困境 辛苦都能够获得一点安慰 虽然工作量大 有时还需要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但是能够将所学的专业用在实质的地方 成就感是不可言喻的 护理人员也期望社会大众能尊重他们的专业 让护理服务做得更好 记者吴金燕桃园报导 再来看到去年612水灾 造成卢竹乡南坎西湿地严重的毁损 经过一年的重建 县长吴志阳日前是为人工湿地绿化园区接牌启用 除了周围的环境绿煤化 恢复自然水质净化的效益之外 也成功的富裕了濒临绝种的桃园在地稀有的水生植物 去年612水灾 造成卢竹乡南坎西湿地严重毁损 经过一年的重建 县长吴志阳7号为人工湿地绿化园区接牌启用 同时也颁奖表演 101年现代环保工作机业单位和企业 及南坎西人工湿地绿化园区的选手对齐解说员 今天在南坎西 再恢复一处人工湿地 因为在去年612水灾有好几处人工湿地都被冲毁 我们知道说这河岸的环境是市民很需要的一个休闲的绿地 所以我们特别在用最新的方法把它恢复 而且这个可以把周边的生活污水做一个自然的一个净化 在排到南坎西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干净的水 除了周围的环境率美化、恢复自然水质进化效益 也依据水生植物的特色 成功赋予必能绝种的桃源在地稀有水生植物 我们刚刚在现场参访的时候看到出流口的水 每个来的现场参观的人员都觉得奇怪 这个怎么会是生活污水 其实这种生态工法在台湾已经实行将近11年的时间 那今天大家看到的是属于小型的人工湿地 那大型的也有处理到将近3万吨的 甚至2万吨的这种人工湿地 但是面积需要很大 这是表面流失需要很大 所以现在我们桃源县在主要河川的旁边 在下水道系统还没有盖完以前 为了要降低生活污染 生活污水的污染 所以我们必须先广设这种小型的生活污水 避免生活污水处理场 避免这个生活污水直接流到河里面污染我们的后餐 县长承诺桃源县河川水质和空气品质 一天会比一天更好 在桃源县生个直辖市前 让县内的南坎西和老街西成为河川整治的示范 记者招呼入主报导 大元香路上龙舟赛已经是连续第11年举办了 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来参加 除了以往的奖金赛之外 举办单位还准备了一整骚的龙船奖品 全都是大元香的龙特产品 而且总价值是高达了2万元 大元香路上龙舟又来了 已经连续第11年主办的龙舟赛 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 除了就有了奖金赛之外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整骚龙船的奖品 里面全部都是大元香的龙舟产品 总价值高达2万元 要送给团体总冠军 路上龙舟比赛已经今年 在我们这个指挥仪港办了第11年 这11年当中都收到桃园县各社长的肯定 以及认同 因为在今年在6月8号 我们有联系了两天这个路上龙舟比赛 这两天路上龙舟比赛 我们踩这个团体的比赛 第一名就是5000年 第二名就是3000年 第三名就是2000年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路上龙舟赛 大元香长吕水田和议员17万 还来一场路上龙舟热胜赛 借此测试各团队的默契和体力 今年的比赛将在6月9号登场 于24号报名为止 香长欢迎民众多多组在报名参加 去年大元香路上龙舟赛 把活动延长为两天 还增加了奖金赛 而今年的活动同样为期两天 现场还有爱心园游会 趣味竞赛等 让民众一起同乐 记者张阿福大元报道 一般大众所熟知的鲑鱼料理 不外乎生鲜的生鱼片 以及烟熏的好滋味 其实说到鲑鱼料理 还可以用盐烤的方式 不只锁住鲑鱼鲜美 还能够吃到鲑鱼的厚实感 今天陶居CAMMA单元 带大家来品尝不一样的鲑鱼料理 这一道看起来有点特别的食物 用盐巴紧紧包裹住 里头藏的可是一尾大鲑鱼 打开盐块 里头的鲑鱼散发出 令人口水直流的红色光芒 业者以不同料理方式 让鲑鱼美味更深一级 盐烤鲑鱼将鲑鱼原有的鲜甜口感 紧紧锁在鱼肉里 除了吃得到鱼肉鲜甜美味外 盐烤烹调方式更逼出鲑鱼特有的香味 鲑鱼油脂顺着餐具的假曲在外皮上流泻而出 视觉感受令人相当满足 盐烤鲑鱼吃的不是鲜嫩 而是厚实的味觉感受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回来带你来看看桃园的故事 报喜啊 报喜啊 不是报喜啦 是双逼报喜 洗上眉梢 价格最优惠 西出望外 家里变成电影院 身装BB宽屏 送高画质HBO电影组 再送一千两百元VOD嘴旋影片 任你看 快扣北剑3577123 降价就是要有感 BB宽屏不怕你比价 给你最平民的表网价 降价每天只要17元起 再拿万元毫礼哦 北剑3577123 关闭无线电视类比讯号 迎接四位电视新时代 请恰北剑3577123 什么事 什么事情 想要知道村里大城市日行锁定 秋冬3北剑公用区道 秋冬4北剑活力普道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的航空城终于启动了 这代表着航空城并不是口号 而是我们大家可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航空城不只是桃园的航空城 更是台湾的航空城 桃园航空城的成功发展 将带众台湾整体经济向上提升 桃园航艺议会责无旁贷 将全力协助桃园航政府来推动航空城 我的妈妈有超强的战斗力 每天早上都可以把我带船怪兽早上救出来 有时候妈妈要逼我找到学校 保护所有小朋友上学 我的妈妈是一个植物学家 也是一个动物专家 这就是我的妈妈 她是妈妈铁金刚 我是吴志洋 祝天下的妈妈 健康美丽 桃园有您真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公共关心在地新闻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民间盛传一句话 穷人没有生病的权利 代表了医护人员丧失了所谓的医德 真的是如此吗 土利桃园医院就破除了这个谣言 不仅救活了身无分文的游民 还帮他谋合工作 展现出良好的医德服务 亲切地跟病床上的先生闲聊 眼前这位吴先生并不是医护人员 而是被鼠桃从鬼门关前救回来的 当初因为饮酒过量造成呼吸困难 送到医院时紧急进行插管 并送进家户病房 经过医护人员细心照护 如今已完全康复 那这个病人来到我们这边 其实身上真的是身无分文 那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先帮他找一些资源 请我们的社服室 帮他先把健保卡办起来 让他至少有健保可以使用 那另外有健保可以使用之后 我们还有帮他就是 社服室请了一些看护来照顾他 因为他在还没有清醒这段当中 他需要喂食 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的清洁 还有大小便要更换的部分都需要有人力 所以我们也找人来帮他做这个部分的清洁 不过身无分文的吴先生 树桃还是士兵尤亲的照顾 甚至还帮吴先生找到过去的雇主 同理无家可归的吴先生 树桃期望他能以功代正 将树桃医务人员的照顾回馈其他病友 那本来预计今天出院之后 今天要回到华莲 可是因为老板娘现在在添翔 所以没有办法开车下来借他 所以吴先生就跟我们商量说 他明天早上再离开医院 因为他今天如果离开 今天晚上他就没有住宿的地方 然后其实他身上大概只剩下几十块钱 所以我们今天就拜托他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旁边也有一床是没有家属的病人 那也是需要别人来照顾 我们就跟吴先生说 那你把你之前人家照顾你的一些经验 先运用到这一床 所以他今天会先留在医院 帮我们照顾这一床的病人 一直到明天早上 他才会搭车离开医院 工作有了着落让吴先生相当感激 也表示要透过分钱的方式来偿还医疗费用 更会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这个人生在世的一个缘分 冥冥之中也许注定也有一些安排 所以我决定说要努力的把酒 这个事情把它戒掉 以不辜负今天有这么多的关心我的人 这样子的对我 如果我没有把这个酒戒叫的话 我还是继续这样迷迷糊糊的 真的就太伤大家的心了 不想再浑浑噩噩过日子 吴先生要用行动证明给大家看 把身体调养好 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改变 记者胡金益 吴正彦 综合报道 酝酿多时的桃园县假日农贸市企 于民国99年5月起开始失败 县长为了协助农民摆脱扁淡族的辛苦日子 特别是规划了农贸市企 将在地农民生产的农特产品留在当地来贩售 提高就近交易以及促进观光的双重效益 重新凝聚出农业向心力 请看立上桃园 县长一身农家装饭 头戴斗粒 肩背扁淡 挑正满螺框的青菜 这就是务农人家辛苦的一面 也就是所谓的扁淡族 就是要协助农民脱移扁淡族的苦日子 将在地农民生产的农特产品留在当地贩售 藉由就近交易改善农家的经济状况 并达到出境观光的双重效益 因此县长特别规划退行农贸市集 并从5月份开始 每周六日轮流在林口观光酒厂及永安渔港开始施办 以上就今天的北剑桃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秋假期 我们再会 哇 三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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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